7月31号中午11点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就小孩去取东西 然后他就突然间就一动不动了 我看他的时候 然后等我去拉他的时候 他就整个人就呆住了麻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也哭不出来 然后我当时就去也手伸进去感觉了一下 里面是触电的状态 我自己也被电了一下 周女士的孩子今年三岁 她说当时孩子在摆弄娃娃机 在把手伸到取娃娃口子这里的时候 被电到了 目前这台机器已经被断电关停 周围其他的娃娃机依然正常运行 事发后 周女士先将孩子送到杭州市临平区第一人民医院 医院当时给出的初步诊断为电机伤 诊疗意见为住院无床 转浙江省儿童医院进一步治疗 孩子在浙大儿院留关了一天 留有记录 左侧颈骨前及双侧手臂可见预斑 还有各项检查的数据 周女士表示 目前已经花了5000多的医药费 为了陪护照看孩子 自己和孩子奶奶都请了假 关键还是担心孩子的身体状况 现在情况就小孩子心理创伤比较大 就看到这些娃娃机都不敢去动 心脏我们这种表现出来的指数是好的 但我们谁能保证他心脏现在是完全好的呢 医生也说建议以后定期检查 周女士此前和理想银泰城 以及娃娃机厂商进行了沟通 没有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一个答复 而不是各种推诿 说你直接跟娃娃机协商 那你们协商不好 我来帮助你们协商 我们是想表达 我们是来银泰玩的 买东西购物的 而不是去专门来玩娃娃机 来的银泰 现场理想银泰城的工作人员 接待了周女士 表示因为假期原因 会先记录周女士的诉求 反映给相关负责人 后续再做回应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